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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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什么 看坤了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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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哎 来了来了 进了进了 太低属了 我操 哎呦了 一般牛头 啊 这边潮汐 我们预料3点比赛 4点开啊 准时 3点比赛 4点过1分开啊 很准时 就知道了1分 Spirit 禁用英雄 小小也罢了 这边是IG的一个线线啊 精灵 IG 打雪碧 个人感觉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吧 还剩10秒 还剩5秒 嗯 精灵放出来了 小小和潮汐 您看要不要拿 好吧 感觉精灵要选 淘汰赛了 不能再藏东西了 这不烂 精灵呀 你还肯定一手拿球呀 先拿球 牛球拿球啊 一手肯定拿球 好吧 怎么说呢 不可能跑 好 战术搭配的太多了 这个球 它可3可5 支持IG 立即助威 我也助威一下 助威 我操 我这里竟然有4.90% 天使 大牛 大牛 这个比10号微信了 有点厉害 好吧 大牛 应该算是 最火的啊 辅助了 基本上一选不办都会选啊 就前两手基本上都会选 是的 哦 绝合莱恩来了啊 带控的4号位啊 卡卡 卡卡 卡卡就是蓝恩 强子呀 能够带决斗的呀 他二手肯定拿得到一个 说出来你们 主要他拿这种英雄他经常能够 帮中 能够帮一抹中路杀人 帮了个老太婆 老太婆也算是 这次TI上场率比较高的 而且胜率还挺高的 帮点飞机 帮点机灵搭配的吧 飞机这种 飞机拍拍 感觉能拿到飞机和拍拍是最舒服的 要不就死问好了 这三个 精灵拍拍死问 鞋币应该会帮 帮 帮个两个 说 就是刚才 我们不是切到正式比赛了吗 一个 这么茶话会的主舞台 直接从五千涨到了快两万贵宾 但是那边一看比赛画面 又从两万掉到了五千 太他妈真实了 都是一些老色皮水友啊 我刚刚只是去检查人数的 我没有看 我没有看 精灵来勾梯 看这把勾梯会来个什么山啊 最好是来力量残 目前看来最好是力量残 力量残的话 像牛头 马尔斯 潮汐都没了 SK或者说伐木机像这种 伐木机 这把伐木机很好用 如果拿得到的话 他如果拿伐木机两个可以游走 而且精灵伐木机 可以让伐木机中期很强势 死问是被搬了 他还有 飞机应该也要被搬 飞机拍拍摄都没有关系 你把伐木机拿到 其他的都被搬都没关系 潮汐也可以 潮汐被搬了 潮汐被搬了 潮汐应该是放不出来好吧 伐木机最重要 其次我觉得夜魔吧 现在缺团战跟肉啊 他的三号位的重要性比一号位要大 一号位其实选择比较多 可以随便搭 三號位可選性不強了 沒有多少個好的三號位了 而且狗T肥了IG好打 對 最好是跟狗T選個方機 這樣IG就好打了 人馬也可以 也可以 人馬有空有肉 但是人馬其實 但是 這一球不厲害好嗎 這個棒不 上場率比較低相對來說 不是很厲害 看不及最好呀 如果拿到我覺得趕緊拿吧 對面已經是兩個力量一種了 四手拿也可以 三四手 先出大哥呀 你馬爾斯出來了 我先出大哥可以的 大哥 拍拍飛機 金林配拍拍打馬爾斯 看他們有沒有想搶的 反正三號先不用搶了呀 對面已經有馬爾斯了 他看主要是看大哥要不要搶 要搶的話就直接點了 不搶的話就先出三呀 哎 狗T會不會玩垂妹這種英雄 三號位 三號位全美還沒出過吧 全美也蠻厲害的 配男 出了一把 出了都是一 就沒有好的三號位全美是真還可以 沒怎麼見他玩過 他發目機結束 感覺不會啊 我感覺 現在他需要就是 能扛 或者說帶帶點 寶哥分音又小了嗎 調他一下 就三號位這個點 需要這種內心的 寶哥聲音很搖 他有時候離麥克風近 這把大哥拍拍不錯 有時候離得遠 聲音就小了 大了這種也不知道怎麼調他 做什麼 要麼還有一手就是牙童牙 狼人拍拍 狼人拍拍好像還行 但是團戰太弱了 有點怕馬爾斯 大牛 我感覺有精靈在的話 沒必要牙童牙 他沒必要 他這樣拿著 這樣拿著團戰好弱 算是半個牙童牙了 那是四號位大牛 烈士路勾不了兵了 只能 硬打 要全強勢的 打奔尼的話 我說實話 建議飛機一點 我覺得飛機比拍拍好用 拍拍有點 有點危險 說實話 打班尼最好是有那種遠程能打斷的 不然這英雄 有時候就是 躲起來 拉你的 努力 有點難受 這個大勝 搶的好吧 大勝打一 可能搶的 也可能 對面飛你大勝呀 直接拿大勝 然後自己還可以拿防空機 還剩十秒 還剩十秒 總感覺IH的團戰很弱 沒有肉 感覺像防目擊屁股這種啊 他沒有肉 就類似這種英雄 團戰和肉都沒有 對啊 防目擊屁股這種樣 先拿著中單 這個精靈有可能是3了 這麼看是有可能 那誰是我 5號會爛嗎 有可能是3 然後拉奇克精靈體系 5號會學個沉默呀 之前有個隊這麼打過的 3號會精靈 打中單拉奇克 這樣打到中期 老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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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學必他最後一手 不搬沉默 你拿個沉默 掰你 你媽人都拉不動 塔爾 那最後一手 很有可能是虛空或者美杜莎這種啊 感覺 還剩10秒 虛空可以辦 感覺虛空這個點可以辦 虛空要辦 不辦不 不辦很難打 團戰完全被碾牙 他應該會辦吧 這虛空卡爾是老套路了 我感覺可以辦個敵法 還可以辦個敵法 虛空先辦了 辦個敵法 那個牙托肉的敵法蠻厲害 他們這個陣容 我記得他敵法挺刻的 他專業敵法的 對 這個人敵法很厲害的 我我見過 反正 我也有印象 拉奇克很怕敵法 這個陣容打敵法有點吃力的 ID 你有印象的話 這要是辦個敵法 還剩10秒 我感覺是沒多少 還剩5秒 敵法要辦 你說辦嗎 你真的讓他拿了敵法 雖然說沒什麼人玩 他真的玩了的話 IG很頭疼 TB TB沒那麼頭疼的 你拉喝 他呀 老陸都是可以處理他的 辦狼人 三號位被辦的還剩一個伐木機 說實話 其他都沒了 還剩什麼大屁股伐木機 要不就三號為精靈 你是拿3還是拿5 三號為精靈 拿個雅巴頓 雅巴頓 雅巴頓 直接精靈3了 就不算口庭練過 你精靈打3 你拿個5 對面拿個敵法 5解肥線上 他完了 他炸了 我跟你說 如果碰到這種情況下 就炸了 所以說他補3好呀 補3好 我感覺補3好 如果他今年打3 補3還有個獸王 獸王 不理不了了 拿獸王團戰太弱了 我覺得拿獸王團戰太弱了 我覺得拿獸王團戰太弱了 就拿伐木機感覺是挺好的 他們四兄弟打架很厲害 雪碧這四個 你必須要不點團啊 怎麼看四塔木機最好 但他一直沒拿你知道吧 要拿的話我覺得三四手就拿 還一直沒拿 大魚防射擊吧 可以 這套體系好好輸啊 這套體系很熟 這套體系很熟 他不辦敵法的原因應該是要拿大魚不怕 還剩10秒 精靈大魚提起 精靈大魚啊 竟然打近戰 近戰拿不了呀 拿美多莎呀 美多莎可以一戰 他任何進戰都點不了了 拍拍熊不知道他敢不敢點 感覺拍拍熊都有點 沒有拍拍 也打不過呀 這個 只有點多好一點 就寶格說的美多莎最好的 他不選美多莎是沒有別的好選 這個也算個小 30個平常吧 但是還好 他們有爛 沒那麼 不怕呀 不怕水人呀 空多啊 他選美多莎 IG要怕一點 選水的IG沒那麼好 可能他這個選手 沒那麼喜歡玩美多莎 只能這樣解釋 而且所以拿了個 拿了個絕貨 自己想完了 真的很看看選手的 這把IG應該要打快捷 選出來都是白給呀 我只能說 大部分選出來都白給 這把IG我看了 只要下路由隨便打 只要大聖這一路由是隨便打 大魚 我覺得大魚呀 大魚是個環境點 我覺得大魚是 大聖我跟你說 勾踢我 我感覺啊 大聖沒有人能壓大聖 他只要大聖打 環境戰打不過大聖吧 打不過他還有精靈 精靈給大聖續航 有可能是來 大聖這個英雄 優勢都不可能被揚 我不跟你說啊 他只要大聖這一路 把馬爾斯打崩了 那雪碧的陣容 會出現個什麼情況 會出現馬爾斯崩了 卡爾出點睛要 水人要補中期沒有人打架 然後IG的陣容 是一個節奏很快的陣容 拉齊克直接開推 他根本擋不了 他們的所有節奏點 我覺得就在馬爾斯身上 馬爾斯一崩 有可能的呀 他藍師不走下的呀 卡卡佩大聖 我感覺啊 我感覺IG前期 不一定打得過 那個 不一定打得過雪碧 就前面幾波啊 就十來分鐘左右 不一定打得過雪碧 你說線上我還是 說打 就是打一些小範圍的 或者說小團戰 他只要馬爾斯窮 他們節奏不會太好的 只要馬爾斯窮 雪碧 還沒有天 我感覺最多六四啊 他把馬爾斯打爆 好吧 這一局前中期肯定有了 除非你們要犯失誤被翻 我個人認為 齊天 反正雪碧 真的不是奶啊 我們作為解說 該分析的陣容 還是要分析的啊 沒有什麼 不要太老說 那麼奶不奶的 沒有這個把握 我不敢說這個話 他中後期是很好打 IG這種打的中後期很好打 IG這種打的中後期很好打 沒有把握是不可能亂說的 大魚跟哥大勝雙比克比 應該是走優勢路的呀 這個出門裝好像 精靈配大魚 先下路拿五個一選 或者再踢上去 一選單是只有四個人 沒有五個 大勝在中路 C 嗯 抽到有機會啊 只能說 空太多了 三個空羊 抽T I個慘 而且IG還有一點啊 團戰 大概率打不過 IG應該是打現優轉速攻 這陣 現優轉速攻最最好 就十分鐘之前他們最好是要有點小優勢呀 IG 如果沒優勢 你 中期的團就不好接 新優轉速攻這個陣容不能 大勝打雙近戰 兩樣大魚 也不弱 精靈探了下眼 應該知道你這邊有視野了 但是 反倒沒有 很搖這個眼位 真的很搖 沒反倒 他插在中間了 卡卡以為就在這個坡上 對他以為就在右半邊 結果不在 Line配大勝了 精靈配大人 雙控呀 雙控可以的 那好一點啊 比精靈好一點 對 Line可以控那個大牛 就是大牛 他兩三級的時候 有時候攻擊很高 衝你臉上 是有可能直接把你大勝打 這把應該是Binneka Binneka打 對 需要Line就是控一兩手 Binneka打 精靈碰到大牛 其實是有點沒脾氣的 沒脾氣的 沒脾氣的 因為之前我們看過幾場 那種4號位大牛 經常就 把你大哥1號位給捶死了 兩三級的時候 我感覺他主要是配大魚 精靈大魚加攻速 精靈大魚是個組合呀 對 之前媽媽在一選的時候 天天打的精靈大魚 是個組合很猛 上路啊 上路一定要保證猴子 好吧 你選的是Buff 反應慢了 我感覺他要F 沒F車 馬爾斯把一個兵 補空了就要短好吧 那還是不能 不能越兵線去搞大牛好吧 大勝是要三級 或者兩級 才厲害 一級不厲害 一級就補刀 能兇就兇一下 狗兵就去了大牛 招兵 A一下呀 看不了 沒鞋 沒出鞋 哎 這個大也 感覺要不就直接看媽絲了呀 還看不了媽絲 大勝 大勝 他直接同你一下 大勝 你就殺不了了 他前面等大勝2呀 他這個兵線也可以消兵 他遠在命不A就可以消兵 但是大牛过来可能要 要杀了一下 他这个兵线不太对啊 马尔斯空到那个位置 要拉野 拉这个大野 两边应该都消一波 但是大胜可能少消一个 大胜的远程兵消不了 这边卡卡没去吃到经验啊 下落 下落 挂箭没了啊挂箭芒果 都没运到他 啊等鸡就这么死了 下落问题不大 卡刚才去空服 兵线回来了 他们就想靠这一个兵内卡来顶前中心吗 不过这马尔斯还挺不错 这叫大牛两车 没打出来 dc往后退了 这边一个毛 什么情况啊你 得走得走 吃大牛 这猴子刀有点少 好吧 我只能说马尔斯加大牛没那么弱好吧 真的没那么弱 他们打得有点好 现在可以说是压了压了大神 下楼抓着水人打 瞧 这个射程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 班尼这边有点好 他刚刚感觉睡了 他感觉今天有点危险 我说实话 双三要启动了 要干他们一波 就这大牛啊 这不吃他 这边捕捕捕捉 马尔斯大胜挺烦 马尔斯的 他会被毛走 对 你近身他就一毛 你打不到人了 最好的就是打 马尔斯的一个姓氏 好吧 两人先打 马尔斯大牛捶人 数数高呀 那就是这点烦呀 他们不好打先手 他是反手能杀先手杀不了 大牛冲出来 你会被敲死的 对对对 他的控制如果叫给马尔斯大牛 你这个时候敲人 必须要留给大牛好吧 就是至少留一个控制给大牛 留个羊 杀大牛其实还可以 但是杀马尔斯不行 他们不能顶着大牛去打马尔斯 动大牛是最好的情况 我只能说 动马尔斯可能会被反杀 这个组合只能打对肥 找机会 你动大牛马尔斯就把你毛走了 反正耐了技能不能随便交好吧 交了很容易被大牛捶死的 被毛走还好不会被反杀 但是你如果动马尔斯就会被反杀 哎呀动大牛吧 来了来了来了 吃了 羊羊羊羊羊 哦漂亮 就是动大牛 很漂亮 他们思路很很正确 真的羊的很好 他们有机会动 我感觉有机会动马尔斯多数 他们都没有动 高梯 高梯问题不大 这边吃素给的大药 没可以一 没可以一 你经济的话 中东也是差不多 差不多好吧 这个经济差不多 对线都差不多 5-5开 中东有一点点要说 差不多也 那我走 这个一血是莱恩的 但卡师傅更早地做绿血 东思神 难怪他拿水 绝活 敲一下哪个豪子 哎这大牛 又 绑了 这次绑到 这边绑住 有个绑 哦大牛 哦这个猴子 说要把大牛的血量压下去 马尔斯是翻不起什么浪花的 又打大牛 夹眼被打 有个大牛 有名字啊 IG打的 这马尔斯不是很好压 好吧 思路很正确 打这个大牛 阿尔斯肥呀 这一把 不好压他呀 哎这卡射服你都要抢 是不是过分了 干嘛 哎出 吃 出 哎有个雷 大牛 哎他以为有踩 其实没踩 杨柱 那是大牛 杀牛 可以了可以了 那大牛杀了也可以 这大牛还在往脸上走 是有点问题 这大牛为什么还敢往脸上走 人 闪掉了吧 这个是大牛自己 给送 是大牛自己杀逼了 下路 下路 干脆 打雪人 打 打 攻速很快 又是一家猜 他送到猎鹰了 水 水 还有六百血 找完呢 找完就六百血了 啊不好 一直没用的 他的装备有点好 这水人 啊肥 那肥呀 两千九十 这样有猎鹰加吸血 我大鱼也肥好吧 28级水 这把就是护肥 都差不多 哎上路卡 踢了 肥肥 很危险 吹到什么就没有 吹不轻手 吹不轻手 要走了 呃这个 他已经有点预防了吧 其实 我感觉他这个 就是 这个卡尔应该走这个树林里面出击的 他这样吹 吹一个大声应该是吹不到 肥肥那个走位 肥肥那个走位 应该是知道卡尔来了 他还没有看到卡尔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往后走了 对呦应该爆了好吗 对呦 放了信息 他是冰的卡 肯定 肯定是爆了信息的 肥肥直接就往后走了 卡尔都没乱面 他的视角也没有卡 吹了一下呀 吹到的就杀呀 吹不到就 不杀了呀 肥肥尽量的耗一下 但是也拖不住啊 铁匙马上可以把塔给爆掉啊 放了塔 应该也是要没了 他想反补嘛 放了他 建议放了啊 别强行 他想反补 还要出事了肥肥 别受箭 守箭了守箭了 那是干嘛 没必要 他是想反补他 他想反补他 就是想反补他 他就是想反补哦 说了别守箭 他这个守箭了 守箭了 这个没必要去守箭了 你是一个大哥 早点走去打钱会 不 他不走也可以 他是 别下来 他想趁这个经验 是吧 他没地方去 他就是守箭了 不应该了 他不应该了 直接去消消野怪 天徽中塔正受到攻击 这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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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空了 我说 下空了 我说 这次进行 他就想打架 这种加点还是刷的有点慢 他是要打架对吧 他不打架 会很烈好吧 诶 中中 杨柱 杨 抽 接踢 难够吗 这边 有 去拿 卡卡这把等级好高 这边TS啊 密死了一下 打了一个密死 也死不了 卡卡九分这也六级 大鱼人好肥呀 接着好呀 大鱼人已经快跳了 大鱼这个跳很关键 诶 卡卡被碎了 大牛 卡 完了 死了 这骨灰没了 想控制 想控制呀 发了信号 这里可能有眼 只能是没眼啊 他是这个假眼看到了 右边那个假眼 等个IG 等个大鱼跳吧 等个跳 有心思了 我在想一个问题 他这把是不是直接BKB好 大鱼 谁啊 大鱼啊 他肯定跳到BKB啊 大鱼很怕马尔斯啊 他跳还是要球吧 他直接跳过去的话 他应该是 可别反手啊 跳到BKBA帐 跳过去卡的反手 和马尔斯的反手 大牛的反手 他都照顾住啊 他不打团呀 找小节奏 还是要找的呀 细节是很细的 你一包堂我就 我就刷呀 尽量就是 说打拉扯 你不出跳 对面人打散 点都不怕你呀 他出跳可能会出 怎么说呢 可能就是 跳过去先手 那一波会出问题 后面反手打 跳到 其实你只要出了 你只要干一波事情就行了 有威慑作用 哎 哎 这边 BENNY 哎 逮捕他吗 要烂往前面走 哎呀 没看到 绑住接触 啊 这边快大骨灰了 看水源的装备啊 夹腿 猎鹰 这水源很肥 只能说很肥 哎 匡 三波大爷 要被他亲了 这 这 这就是 对面拿的呀 这里 看这一波 第一波跳到出击 啊 吃个 吃个卡尔吧 哇 大里 我也可太小了 这个位置不好动 动了可能会被烦 他有卡尔吹风 还有个马奥斯在附近 不太好的这个结构的 说实话 还是得去打钱 他BKB杀出来 打钱啊 主要是推线啊 你等于把线推过去 原来对面抱团 你有这个跳刀 对面就会抱团抱的紧啊 你没这个跳刀他可能会晒一点 你现在正面团 我是觉得打不过啊 正面团 不用急啊 他 他有个跳他们能打的钱比 对面多啊 大鱼人有BKB啊 这个证明他就稍微好达一点了 好吧 开雾了 这边马奥斯差一点 前跳的都不打 卡尔能破雾吗 这个位置最多就是 可以不破啊 可以不破 破雾了 但是 他在 他想到不大也 想同个跨 还好 对面开雾你就使个酱油 这种 老鹿这个时候趁势爆中塔 趁势爆中塔 正受到攻击 有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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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一半了 这瞎子 再来一波 没注意到 都没注意 都没注意 天辉下卡正受到攻击 大圣连击到了 连击到了 连击到了还是要补BKB 直接补BKB这把就是要 大哥都要补BKB 他们这三大哥 有BKB是爱记得抢子 只要大圣跟大鱼双BKB 正面就可以打 就是强势其 对两个BKB随便打呀 他滑没了下落 埃及 埃及想逼 大圣看树 找到了大牛 直接秒 不管了不管了 先把你干了再说 这里都赶过来守 还又来了又来了 点灯 大圣没板呢大圣 大圣没板呢大圣 撞到了 不对不对 要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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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鱼还好没死 大鱼不能死 大鱼不能死 他们很贪 他们杀了那个大牛 还想杀 杀杀其他的 选人一个波 转血了 转血 转脱血了 习惯好啊 波过去转血 习惯不错 打TI肯定是能管救我 没BKB能打呀 B团啊 现在就是IG要尽量的避免跟对面正面冲出啊 你只能抓人 但抓完人得走 不能逗留啊 等BKB了才能打正面 老路也是直接BKB了 三大哥都要出BKB 要BKB 都要BKB 打对面阵容有BKB就是你的强势性 你出了BKB 你空盾 干嘛都是你说了算 你没BKB就是没有 没有正面呀 只能打单线 看下这一步步 看下狗T的一个仙手好吧 中度杀完人可以破终他了 诶 这个仙手 杀不了 杀不了 这个可能会出事 我被反跳了 你反应好快啊 巴斯 这种仙手打不了的 老路想先暴打不打 是暴掉了 大牛踢下来 这个两次 死他 死他被睡躲了 还是死了 还是要死 还可以 杀两个酱油 拿了一个塔 杀两个 然后破个塔 很舒服了 碧哥控不了 碧哥控不了 反应慢了点 我感觉水人 反应慢了点 他是往里面拨的 这波打水人很赚啊 很舒服 他TP也被 菲菲流泪啊 菲菲就盯住他了 有个好消息啊 卡卡要跳了 卡卡他烂跳了 其实雪碧的主动节奏不好找 他们打反手力好 你要他们主动去找节奏也没那么好找 他们主要是开悟没抓到人 我感觉这把你们发现大牛这个点有点迷啊 有很多波离子操作 他打得像5号位了 他这个大牛不能 他这个4号位没有太前面了 他这个大牛 我身上保住了马尔斯飞就没干什么 他也不是出下位的那种 他是绿鞋 你看他绿鞋推推 防守性的 他出现了位置 他不能第一个死 他要站在后面 他他们才好打 他只能马尔斯顶 这个阵容只能马尔斯顶 几步都是他死的 碰卡 碰卡 如果跳满爆了好吧 这波死 打了底细细 下路3个 下路4个 可以接受好吧 这波死的 下一波大胜就BKB了 把仙草卖了就够了感觉 差一点 TS也是查个卷子啊 有了可以先买个制作书 等下猜 只要双BKB随便打 大鱼也快了 三大哥都坏了 이다 在后面的 不怕水人儿 你水人哪怕是六神儿 Esto给你噁死 大鱼 Oh 大鱼人 欸 跳走了 他有假眼 他有假眼 反應很快 這個假眼做得可以了 上路還有個雙倍 不是這個假眼 他就死了呀 這個假眼立功了呀 插個真眼 哎呦 極限反到了 他感覺不對 怎麼反應這麼快 上路有個雙倍 我會打盾吧 打盾你去就是 來不及了 雙倍打盾太快了 你看這個水人的分音可能不去呀 400個 他反應不過來 你像這種雙倍控制是沒什麼辦法的 有點天命 這等於秒了 這個對盾控的話 IG有點不太對 他必須等 等3個BKB了 等TSBKB 等大魚 他現在就一個猴子有 猴子還把連擊刀給補出來 是的 他沒連擊刀沒威力好不好 水人好需要這個盾 第二個盾 第二個盾是很關鍵的點 飛飛 連擊刀 天灰下卡正受到攻擊 夠天差1300 這個二塔好像是不好踢啊 大魚人 現在水人很厲害 他帶了盾牌很厲害 他過去就葫蘆娃了 對面視野已經做好了 不要過去 過去可能就危險 他們現在就這個水人 水很厲害已經過去了 阿姬現在就是上BKB啊 打呀 大魚人沒BKB出不來的 被MASI關注 給了給了 大魚還差1000 貼死馬上啊 差400 先給你貼死了 呃大魚這個BKB可能等不出來了 大魚打BKB太慢了 大魚打BKB太慢了 反手 死 大魚直接打不足 讓他放出來 大魚怎麽來 那還行啊 好像還可以追 能追嗎 但是 蓄力荒的水人很強勢 大魚拌不足 往後退一下 菲菲想卡 想卡啊 菲菲还在顶 菲菲要退下 菲菲一人杀一个 我操 挨机 躲了一个 躲了一个 他不躲的话他死了 菲菲打得好冷静啊 对面很强势的 三大哥也杀一个 大鱼杀一个马尔斯 菲菲杀一个卡 老路杀一个大牛 菲菲帮那个大鱼断了一手 他把大鱼断了 不然大鱼可能很危险 大鱼必死啊 他不断 这波还行 对面带盾 要走 要走 别打 大鱼都不在 下波大鱼有BKB了 打完这个人骨有BKB了 可以接了 水龙盾还两分钟 最好是等他盾完了再接团好一点 现在是水龙的强死期 就偷过去啊 有机会可以接好吧 不用强行去跟对面打团 对面推塔可以接 但是你不用主动去接 他最好把盾给拖走呀 就两分钟了 这兄弟的蓝量这么吃的吗 感觉几乎满蓝量吃 无限放小技能打B 盾马上消了 双倍服 1KB 一人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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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杀卡 大胆也在赶过来 大胆也在赶过来 大胆也在签入位置 漂亮 Many S Nice IG 对面 对面有点 又是一波零化杀 3BKB啊现在IG 3BKB的强 插个插电好吧 这个局势已经很好打了好吧 是的 那个下一波大声就暗灭了 暗灭配点灯一个板死了 找到大牛 大牛 叫上去板一下 胆子大点 对面13个板一下 IG这个队是 三大格斗顶 你知道吧 三大格斗有声音 JT的声音其实也很大 一个人要这样子你才能打得出 才能打得好呀 是三大格斗有声音 他们打到现在为止的TM 目前的比赛都是三大格斗有声音 总有人能站住 对该B的时候也B了 前面前面就是 爆打的时候也B了 哇高踢基本上没没穷过的 高踢完美节奏 3.5 没试过 他那个团战每次都踩得很准 高踢 跳踩踩得很准 而且踩的人都是很好杀的人 必死的 水人盾还10秒钟 可以开悟 扫图扫上去 我感觉 他等大声按面 拿到按面 想抓一波钟 IG的酱油也有声音 只是说他酱油没有大哥声音大 大哥的声音是真的很大 按面以后可以补个冰眼 冰眼很厉害 冰眼可以 这把打死人吗 暗眉补个冰眼 一眼军团正在扫描 卡尔在做BKB 扫描扫到了 BKB已经好了 没有冲过去 这Benny是过来破坑的 这个Benny看见了 他扫他不想去了 他就是送了 不想去 B2吧 他对面的上坡 他这个假眼看到马尔斯下来了 这个假眼 他又回来了 看到马尔斯下来了 下路板抓 直接去找 对再找马尔斯 他们这个假眼看到马尔斯 马尔斯想打BKB 这波兵对他很关键 他打到了 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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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埋了 来晚了 一波这马尔斯 已经很警惕的 就只说一波兵就跳走 不可能绑得到 这波就是 这边卡尔也是 差一千多 BKB 在带线了 对面开始带了 现在轮到IG的强势器了 是的 但是雪碧这边 快BKB了 也快了 马尔斯已经有了 卡尔差一点点 二代盾 二代盾 二代盾是一个关键点 那一波打赢 就比较稳了 又三人物 IG现在好想 好想打起来 但是 雪碧这个B站 他就少图 他就少图 开物少图少回去 最好在下个盾刷之前 不能让这个卡 刷出BKB 雪碧那个B站打得有点好 这是个假的 没破误 小金灵 没事 他有BKB了 金灵可以救 他不会死 金灵可以救 如果我们有找到 是要死 看到水人了 跳牙 跳牙 转出来了转出来了 但是BKB也挡着马尔斯的毛 马尔斯的域空大了 水人已经没有站立了 最多是可以追了 能不能留人 这水人操作 BENNY 留得住吗 BENNY 就留了一个 就留了一个 这水人你好像 波的时候已经上树了 波的时候上树了 波的时候上树了 啊 就是还没变回来 这个比 走有点快 很快 中式机水人啊 恐怖如斯 他这个技能切换的很快 两段位移 跑得贼尖快 阿姬 经纪一直死 反了个假眼 但是BENNY翻假眼 在这里 肯定引火 已经被狮大地打死了 哎 看看牙 他生气肉 戳两个 走位很细 这个走位 这个走位 我知道 我把这 鬼鬼子戳 又是个羊 可以 撞开在线 太急 这个躲毛真的细啊 这就是状态在线了 这就是状态在线了 天灰上塔已被摧毁 那个盾 马上刷了盾 哦 一分半还有一分半 哦 在盾 魔晶的话 说真的 飞飞绝对是我见过最 就是最冷静的carry 大鱼拉西克都行啊 在冷静方面 我觉得他 他能排第一好吧 他的切入很好 我觉得是 他每次 打团的切水 太冷静了 进入战场 M1的话 跟他风格不太一样 啊 偏打呀 飞飞是偏打的呀 他偏打 他偏打一点 M1 偏刷一点 过于锁藏嘛 过于过的好 只要团队 需要你干嘛 你干嘛嘛 啊 这个兵力出 水人就不好玩了呀 感觉空了这个盾 他们对面就不好玩了 马上刷 卡卡应该看一下 你每次看飞飞快死的时候 什么 什么一个走位 一个小走位 躲起人 谢谢 下边 然后 控制到一半的时候 BKB点 经常有这样的画面 超过 盾还十秒 在掩护水人打BKB啊 卡 这边马上 就马上刷了 没事进去看一下 奥尼进去看一下 没刷 等着等着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这个应该有 黑火的残留事业吧 看看看一下 奥尼再看 刷了 可以打 雪碧这边看 BKB 我感觉雪碧要接啊 对面接过来 可以打太快了 他来不及 来不及了 他灭加点的 这Boss值一样 大声带个盾 来大牛一脚踩 直接看BKB 直接藏着眼睛 很大的点了 我没看到对面 稳如狗啊 稳真的稳 哎 全方啊 BKB IG是存在不省这个BKB的 真的 这种局都没麻病 好吧 打天就是要稳其事 IG的人不会省BKB 我没见他们省 他主要是看到大牛踩了 你肯定 感觉对面人在 这个东西 他也缺吧 这个盾是他们的 你来了 我有走 他有个三分加油的 BKB开 再推个上二塔 不然就推掉了 应该推掉了 一波高 把人逼过来 看一下对面情况 没啥好损的呀 你一个六秒的BKB 省他干嘛 省他干嘛 他意识下 对 骗人过来 现在又快好了 他死了 回来了回来了走 走呀 走走走走走 BKB 哎 完了完了 对不对 这其实BKB的机关键是没必要逼的好不好 他不cd 老路不cd 大鱼也死了 就是了 老路没有cd 他他反应慢了 他反应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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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b啊 飞飞 飞飞还好BKBT了 不然他两条命可能都要死在这里 哎 虚拟炮 好飞啊 我感觉 哎 跳走了 溜了卡神 死了三个 这烂的也没死 他是不是刚才是cd了还是打错了 反正打了一个红的力量没掉血跳走了 回看一下 打了一个那个变体 他打了一个力量的 对 对了溜 他应该是ECD了 刚才EMO应该算是15 哎 这里 不是 卡尔 想要大声就在旁边 你要打大声就放大 冰眼了 一某那种感觉不像是神 但是没开出来 他卡没出来 没反应过来 开得出来吧 你推过吧 时间忙 他落地就开 那等下什么反应啊 那得极限反应好吧 还好 IG优势够大啊 BKB优先级最高啊 我没记错的话 其实上高是意识一下的 他们是想意识一下的 他们没想到 打回来就可以 他是被对面前面打新手了 他是直接动你 他刚刚等于说是冰灯塔在爆塔呀 一波上任务 精灵能带贴子飞 来跑 卡住 冰灯 杨 反应一下 只要大圣不死了 别走都还在手里 这波可以包上去 这波可以包上去好吧 包上去 来了 大声牛到人了 哎 再跳下速 开 看你视野 哎 这牛要被吃了 哎 看到了 他还在忙吃找水人我靠 他还能给鸟点这个鸡 点了个灯再嘴 点了个灯 想嘴 哎 踢下了 看到水人了 下路想抓水人 水人走了 水人 快兵演 水人 快兵演 水人玩的是可以啊 这么练是 金鸡第一 是 金鸡白第一了 我操 他刚刚那波收割了 收了好几个人 但他只有他一个人硬 感觉还是很顺利 他卡16好像没什么病的 没什么好的病 只有大圣啊 只有大圣 哎 羊 有吹有吹 GTA 他打成 水敢来救 他顺利到自己 有BKB 哎 BKB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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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呀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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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能连走吗 大胜没蹲的没连走 不对了不对了 矿子三个 溜了溜了 赶紧溜了赶紧溜 赶紧溜了 经理一年四季还回来 12个 这一波就是要强行动大胜然后买活翻打的 当然IG也不知道这个水能买 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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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个水应该不能买吧 没那么黑吧 大鱼人这是A战了已经 两个买活吧 没有肉3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不让他控三代盾是可以接受的 水人买了呀毕竟 只要IG在大胜复活之前 别死人就可以了 这边一某一次处理吧 跳刀来切后排 一某去切班尼好好吧 别让班尼一直救人 IG这种上高 说实话虽然被灭了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 是不是可以去个大吹风啊 一某等一下救一下 尝试着上高你是要打 最后一进吧 先把力量跳住了吧 成立群了 最后一进好吧 感觉大吹风只能是最后一进 最后一进吹风呀 变大吹风可以 吹一首队友呀 被拉住的话 这边雪碧开了窝 IG啊人已经齐了 这个车地形啊地形是优势 打赢了的话就抬走了这一波 这一波关键性团战 老陆波的物 大一某好像是掉脸 哎一某 狂了一点狂了一点没关注 太狂了 双倍 他是双倍灵动训捷太爆炸了 他没有这个双倍 一某好像不一定是 哎 飞飞被猫 完了完了 不对了 完了完了 这一波是雪炸 天地双倍啊 我操 我操爆走了 这水人爆走一波 可能要直接打气地了 有可能 加灵动训捷的水人 将近是800多点攻了 我觉得他们要打气地了 他不管了 一某也没想到 你妈我怎么这么脆啊 主要是有个双倍 对面双倍灵动训捷 还有大牛 直接基地了 拌到你了 出了两秒一个先 控他一手 这个水人 再控他一手 偷偷对我活 空不了了 这边没有板了 没空了 还有20秒 板一下 板一下 板上A型 关键是BKB似乎没有CD 我操 这波基地打的真的果断啊 板一下 我操 水人 就控水人 拉到水人脸上滚 我操 我操 点到灯 啊晕到 上水人 上水人 我操 我操 我操雪碧 有点东西 真的有点东西 好吧 甚至是无肉的 这波基地打的好果断 我操 太果断了 太果断了 根本不交那三个买活 什么三个买活 他根本不交 他根本不交 好